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4年07月20日 佐加顿斯定能战胜卡玛雅 周六晚上瑞典超同时进行二场比赛 其中卡玛雅将在主场面对佐加顿斯 佐加顿斯势头强劲 最近再次取得连胜 加之他们本赛季做客表现出色 六场做客获胜五场 佐加顿斯本场做客取胜有法 卡玛雅本赛季战机堪忧 14场联赛取得四胜一合九负 只有13分位于积分榜末留位置 卡玛雅近期联赛表现输多赢少 过去四场比赛取得一胜三负 由于糟糕的防守表现 导致球队无力取分 卡玛雅本赛季防守端演出一直不佳 赛季军场师球位214个 即便有军场攻入1.36球的表现 也不能因此拿到更多的积分 卡玛雅虽说本场比赛在主场作战 但是他们本赛季主场战机 只有一胜一合五负 负率达到71.43% 显而易见的是 卡玛雅即使在主场作战亦毫无优势可言 本场比赛面对佐加顿斯 卡玛雅败局已定 佐加顿斯本赛季的表现不俗 14轮联赛过后取得十胜一合三负的战机 为列击分榜前列 佐加顿斯本赛季攻防表现俱佳 进攻端军场攻入二球 正中攻击守丹尼斯 侯美特攻入八球是对内之罪 并且近期四场联赛 有三场取得入球 防守端军场仅有0.86个失球 稳定攻防表现让佐加顿斯争取到很多胜利 佐加顿斯在过去九场联赛斩获八场胜利 其中六场比赛能够做到零封对手 此外 佐加顿斯本赛季作客表现出色 六场作客取得五胜一负 拥有高达83.33%的胜率 佐加顿斯本场比赛出征卡玛雅 非常有信心能够全取三分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